快要農曆过年了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牵线下 为在基隆市七堵区的六堵慈奉公 特地制赠白米 调味料 以及健康枕头等生活物资 给七堵区友谊理 协助理办公室制作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长者们的共餐餐盒 当农曆春节来临 我想我们萧里长 介绍这一份由石旺大德 所供应的那些粮食 大米我们调味料等等 相信他们做的会满满的窩心感 那对于他们这些一举 个人代表名义再次的谢谢 我们石凤公还有我们的小迪长 石凤公也正在 这位上线人士的宣柱 然后正受我们的主意 这边有白米还有我们的酱油 还有石墨区的枕头 然后请里长这边带回去 石凤公的爱心也受到 友谊里长萧雪的由衷感谢 做过张议员我们来 石凤公拿一些物资像米 酱油还有石墨西 供给我们的有意义的身心障碍 独居老人他们的需要 同时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一直做远备共餐 每个礼拜三四五十个便当 所以我们感谢石凤公的赛举 我相信我们有毅力的礼仪 一定会感谢你们 我们很温暖谢谢你们 每到岁末年终之际 石凤公都会举办寒冬送卵活动 结合社会各界散性大德 一起照顾弱势 已经连续迈入第四十三个年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约 接约